首先还是回顾一下我们昨天说的一些东西 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幻灯片 那么幻灯片的这个例子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它几乎就用到了我们这个接口里面的 一些常用的一些东西 选择元素 然后创建元素 然后还有什么前面说的定时器 然后接口里面的动画都用上了 它是一个综合的运用 大家如果想什么呢 想复习J.Corey和前面的J.S 你可以把这个幻灯片再做一遍 那么大概的很多知识都有了 包括前面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to do list的那个例子 也可以把它再复习一下 那么这个是可以复习节点操作 以及前面的一些操作 这两个例子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这两个例子 好 关于这两个例子 那么我们接着又说到的是 关于这个Jason Jason这种数据格式 我们后面做价格式开发的时候 经常用了一种数据格式 那么这种数据格式的话 就是怎么呢 就是它的这种格式 很像我们的JavaScript里面的这种对象 所以的话它这个名称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Jason 这种数据格式的话 那么有一点我们昨天写的这个格式里面 经常放的错误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格式里面 这个Jason数据里面不能写其他东西 是吧 不能写注释 是吧 里面不能写注释 然后这个是用双引号 是吧 然后这个最后面不要写逗号 这个里面不要写逗号 最后面这一块的话 最后面不要写分号 这样子 它是一种数据格式 好 那么我们说了这种数据格式之后的话 接着我们讲到的是架格式这一块 而架格式这一块的话是 我们大概的只是讲了一个初步的应用 是吧 让大家把这个数据的话 Jason数据把它读过来 然后的话把它放在页面上 我们读取的那个数据的话 也是什么呢 也是这个本地的数据 是吧 那么后面的话 大家读的肯定是远程的数据 就是读的福气的数据 是吧 本地请求福气的数据 那么的话怎么读呢 就是通过接口来读 那么接口这一块 那么就大家在项目中再去学 大家做web项目的时候 会学啊 包括数据库 是吧 那么这个整体流程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从数据库 先把什么数据读过来 然后再做成接口 是不是这样呢 然后的话 架格式就可以请求这个接口 拿到数据 是这样一个过程 是吧 我们昨天就演示了前端的过程 后台的过程没演示 后台的这个过程的话 大家需要在这个项目中去学 项目中大家会用真实的数据 来做这个过程 大概是这样子的 除了我们昨天对架格式的话 只做了一个大概的 相当于是一个入门吧 入门 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 那么大家都做项目的时候 会写大量的架格式的代码啊 这那个时候再深入的学习 因为我们的前端这一块的话不好讲 没有数据是吧 就不好讲了 接着我们说到的这个Json P Json P这个的话 那么它也是请求数据是吧 只不过我们架格式这一块的话怎么呢 架格式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有一个什么 同源策略的问题是吧 而架格式的话 它只能请求同一个域下面的资源 请求同一个域下面的资源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百度网 只能请求百度网下面的一些什么数据吧 是吧 不能请求其他网站的数据 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说你想请求其他网站的数据的话 怎么样呢 就不能用Jax这个技术 是吧 就要用到Json P这个技术 是吧 Json P这个技术 它请求数据的原理 实际上是用了什么呢 用了这个Scriv标签 用这个原理 Scriv标签本身是可以跨域的 为什么它可以跨域呢 它是设计成就是这样的 是吧 它设计成就是这样的 就是Scriv标签可以链接 任何网站的资源吧 是吧 我可以把另外一个网站的接 要是引到我的网站上面来用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跨域的啊 通过这个Scriv标签 然后我们写的时候怎么写呢 还是用$.jax这个函数来写吧 $.jax这个函数来写 那么写的时候 把这个Data Type 把它写成Json P 就是Json P的请求数据啊 这种方式的话怎么样 可以跨域是吧 跨域请求数据啊 那么跨域请求数据的话 在我们实际开发中 也是很常用的 是吧 同一个域的或者跨域的 同一个公司里面 实际上也是有跨域的这种 这种什么 这种呃 这种场景 就是说 同一个公司里面 它可能不同的产品 也会有不同的域名 是吧 那么也存在跨域 是吧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 就是去跨域请求 那个产品的那个数据 那么它两个域名不一样 是吧 那么也是跨域 是吧 就是同一个公司里面 各个部门之间合作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什么 跨域请求 是吧 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啊 好 跨域请求数据 那么我们用的都是同一个函数 是吧 这个函数啊 既可以做 价格是 也可以做什么 Json P的什么请求啊 同一个函数 好 那么的话 针对这个的话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360的这个例子啊 就是360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数据 联想关键词 那个数据是 做的Json P的接口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请求它啊 是这样子了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昨天说了一些东西啊 昨天说了一些东西啊 好 昨天然后我们还说了 是JQuery UI JQuery UI的话 实际上是JQuery的一个插件 是吧 我们用这个JQuery UI的 主要用它什么呢 主要是有些地方 我们要开发什么呢 拖动的这种特效 是吧 拖动的这种特效啊 拖动这种特效的话 我们自己来写的话 就比较麻烦 自己写比较麻烦 然后一堆不兼容了 是吧 也不好写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它的 JQuery UI里面的 那个Jag的那个插件 是吧 那么的话 我们通过那个呢 做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什么呢 设置这个 数据的滑动条啊 一个是自定义滚动条啊 这两个例子的话 实际开发中可能会碰到 可能会碰到啊 那么的话昨天也演示了那两个例子啊 应该是不是太难啊 好 这个就是大概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些情况啊 昨天说的主要主要是 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那个幻灯片 花的花到比较多时间 是吧 那么也带大家把它幻灯片 也大概的做出来了啊 好 那么如果说想 呃 这个幻灯片啊 幻灯片的话 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 还可以再练一下啊 这个幻灯片 好 呃 大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些东西啊 好 那么昨天的话 我们呃 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啊 还有东西没说 就是 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本地存储啊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啊 讲这个本地存储 呃 我们的J.Corey啊 或者J.Corey本身就是J.Corey是吧 J.Corey或者J.Corey 它本身就是J.Corey 它是什么样的 它不能操作文件 是吧 为什么不能操作文件 它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它是设计成就是这样子的 它已经被设计成不能操作文件了 是吧 如果它能设计成操作文件的话 是吧 那么很简单 我随便就可以写个病毒啊 是吧 比如说是删除 你电脑里面的文件 是不是可以啊 你的网页引一个J.Corey文件过来 然后这个J.Corey文件 就是删除你网页的文件 你电脑里面的文件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病毒吧 是吧 所以说它不能操作文件 是吧 不能操作文件的时候 有时候怎么办呢 我想怎么样 就存一点东西 是不是这样呢 比如说我想存一个状态 或者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到什么呢 它里面的什么 本地存储啊 好 本地存储的话 那么这个存的这个数据 大概放到哪里呢 应该是应该是在浏览器里面啊 浏览器帮你存这个数据啊 那么本地存储最常用的 就是一个什么呢 Cookie是吧 Cookie的这种本地存储啊 就是Cookie的话 可以存什么呢 少量数据啊 那么这个Cookie的话 它的容量呢 大概是4K 4KB是吧 4KB的数据啊 那么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在同源的HTTP请求里面 是吧 这个Cookie的话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它在同源的请求中 会携带传递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网上 请求那个资源的时候 比如说我请求一个图片的时候 是吧 那么它会把这个Cookie 也带在一起传 就在同源里面啊 这是Cookie里面 它不好的地方 这个怎么样呢 会使号带宽 这是Cookie不好的地方啊 就是它请求一个什么 不必要的资源 比如说请求一个CSS文件 或者请求一个JPG文件 是吧 请求一个图片文件 它会也会携带这个Cookie 这么传过去 这是它不好的地方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 这是同源的这个 同源的这个网站里面 是吧 同源的这个环境下 才能访问这个Cookie啊 那么Cookie的话 怎么在设置什么呢 过去时间之前有效啊 那么的话 通过Cookie的话 就可以在本地 存一个数据 是吧 存一些数据 然后存一个状态啊 那么Cookie的话 本身我们什么呢 JCookie里面没没做什么封装啊 然后原生的操作Cookie的那个API的也比不太好用 是吧 不太好用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就用一个操作Cookie的一个什么呢 操作Cookie的一个插件啊 这个插件也发给大家了啊 在这个里面啊 今天 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有个JS里面啊 JS里面有个什么 这个 JCookie.cookie.js啊 这个 是吧 这是JCookie的插件啊 那么的话 通过它 我们就可以操作Cookie的啊 怎么操作呢 就是这么操作 是吧 比如说我想在本地存一个Cookie 是吧 存一个数据 那么怎么存呢 就是什么 $.cookie 是吧 然后是MyCookie啊 这是件名啊 件名 这是件值 就是它的名称是这个 是吧 可能你可以理解成 这是属性名 这是属性值 是吧 属性名和属性值啊 存下来了 然后这个Expres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期时间 然后是七天 七天之后 这个什么呢 你这存的这两个东西 它会自动删除掉 这个意思啊 然后的话 这个Path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存在这个 网站根目录下 这网站的根目录下 好 这是关于这个Cookie啊 那么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先演示一下 这个Cookie的存储啊 好 那么看一下 先把这个JS先考过来啊 把这个JS考过来 比如说JCorey JCorey先考过来 然后JCoreyCookie先考过来 是吧 然后这个Cookie的话 测试这个Cookie的 什么 服务器环境啊 那么我们还是用 昨天的那个服务器环境 把这个Server点JS 也考过来啊 考过来之后 然后怎么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文件啊 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在这个 我把它打开啊 好 打开之后 这个什么呢 这个里面 我新建一个文件啊 new一个fire 然后是拿一个 然后是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 呃 TestCookie吧 呃 TestCookie 然后TestCookie 什么 呃 点JS啊 啊 点HTML 是吧 好 存一下啊 好 存一下之后 然后呢 我来干嘛呢 我来新建一个这个页面啊 新建一个页面 然后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JS引进来啊 首先引的是哪个呢 引的这个是这个 这个JCorey啊 它依赖的是JCorey啊 先把JCorey引进来 好 JCorey引进来之后 然后再引这个 Cookie 是吧 JCorey.Cookie啊 然后这个JS里面 这个什么呢 这个Cookie JS 好 然后引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Cookie了啊 比如说存一点东西 是吧 好 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在页面上 先放点东西吧 比如说这个是 呃 这个是测试页面 是吧 测试页面 好 然后的话 开始写这个Cookie 是吧 另开一个Script标签啊 好 Cookie怎么存呢 这么存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它是Dollar.Cookie啊 C-O-O-K-E-Y 是吧 K-E-K-I-E 是吧 然后这么存啊 然后是几个参数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 这个Cookie的名称 就是你这个Cookie的名称 比如说这个名称是什么 MyCookie是吧 MyCookie 好 然后的话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呢 你存的什么值 是吧 你这个值的话 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一个数字啊 最好是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存一个什么 OK 存这个字符串 是吧 存进去了吧 存进去了啊 好 后面再跟一个什么呢 跟一个这个设置的这个参数啊 这是第一个参数什么呢 一个是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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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PAL是吧 一个是PAL是什么意思呢 再来一个PAL 就是存储的这个路径 是吧 路径的话 那么就存在根目录下 这个斜盖就是指根目录啊 就网站的根目录下 是吧 好 网站的根目录啊 好 这个存完 是吧 好 存完之后 我们怎么看呢 我这个Google到底存没存是吧 存没存啊 怎么看呢 这个看的话 还得服务器环境是吧 服务器环境啊 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打开这个页面看啊 不能直接打开这个页面去看它 它是没有的啊 然后我们怎么呢 用服务器环境 所以说我们还得什么 把服务跑起来是吧 把服务跑起来之后 还是去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啊 好 这个 这个文件夹 刚才是这个文件夹啊 大家记得这个文件夹的话 大家把它尽量写成什么 英文的 不要中文 中文就不好 不好弄是吧 好 那么可以这么做啊 到这文件夹里面来 然后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地址把它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是吧 复制的话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啊 运行这个cmd是吧 cmd啊 然后什么呢 cd 然后空格 然后再这里面点右键点粘贴 是不是可以啊 把这个地址粘贴过来了 然后回车是吧 然后到这个目录里面来呢 是吧 好 dr看一下这个目录有什么文件 是吧 dr是看这个目录有什么文件 有这个server.js是吧 好 load是吧 然后是server.js是吧 就跑起来了 好 跑起来之后 然后 就是跑起来了 是吧 回车啊 回车才跑起来啊 跑起来之后 然后我再访问这么localhost的四个八 是吧 这个或者四个八啊 好 这个时候再访问一下啊 然后是localhost的四个八吧 好 直接这么访问的话 他默认是会去找index.html吧 是吧 那么的话我没有这个文件 那么我就什么呢 设置一下 那个文件是吧 我是testcookie吧 kre.html吧 是不是这个文件呢 是这个文件吧 是不是跑起来了 好 跑起来之后 那么这个文件一开始进来 是不是他设置了一个cookie啊 是吧 好 这个cookie去哪里看呢 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啊 点检查 是吧 检查之后 然后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里面看啊 比如说这个application里面啊 application 这个里面有个application 然后这里面有个cookie 看见没有 这是不是有个cookie啊 点这个cookie啊 然后点这个localhost的 这个8888 是吧 这里是不是有cookie的名称呢 看见没有 是吧 这是cookie的值啊 nam是吧 nam是mycookie吧 值是cookie 值是ok吧 是吧 好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2017年5月12号 这就是它的过期时间吧 就是从今天开始数 今天是5号吧 5号 然后再加个7 就是到12号过期 是不是这样的 到12号它会自动把这个东西 给删除掉啊 当然你可以什么 人为删除 比如说你这里点右键 是吧 你也可以什么 把它deleted掉啊 这样也可以删啊 然后的话 你不删的话 它7天之后 它自己会删掉 这样子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cookie 那么就可以存这个 是吧 好 存完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还可以读 是吧 读这个cookie 怎么读呢 那么就是什么呢 获取这个cookie 是吧 获取的话就是什么呢 多了点cookie 然后直接写这个名称 是吧 写这个名称 但是你又不设置 那么这个就是读吧 是不是这样子读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 好 我们来读一下 比如说这个设置完 是吧 设置完之后 然后的话 比如说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了吧 就有了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注掉啊 注掉之后 我一进来就读它 看有没有 是吧 这个cookie怎么样 它是七天才过期吧 应该都有是吧 好 进来我就不设cookie 我直接读它 比如说 wine一个什么呢 mycookie是吧 mycookie 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dollar点cokie 啊 dollar点cookie是吧 然后是 它这个本身就是mycookie吧 k i e 是吧 mycookie 好 那么的话 你读这个是吧 你怎么读呢 你必须知道这个名字吧 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名字 你是不是不会读啊 是吧 你得知道这个名字啊 才能读是吧 好 然后之后我把它谈一下 是吧 alert一个什么呢 mycookie是吧 谈一下这个值是吧 好 看到底是多少啊 好 那么我什么 我重新进一下这个页面啊 重新进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主要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是不是弹出ok啊 是不是读过来了 啊 读过来了啊 好 好 那么这就是关于这个cookie的什么 读 是吧 一个前面是写 后面是读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设置cookie 是吧 这是设置cookie 设置cookie 设置cookie 啊 7天啊 然后存在根目录下啊 存在网站 根目录 好 这是关于这个设置cookie 是吧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呢 读cookie吧 读取cookie啊 这个是读取cookie 读取cookie啊 读取cookie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好 这读取cookie 好 这是关于这个cookie的设置和读取 是吧 设置和读取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就演示了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那么有什么作用呢 是吧 有什么作用啊 好 那么好 我们把其他两个也演示一下吧 其他两个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例子啊 那么还有两种什么呢 还有两种这个存储的方式啊 还有两种存储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还有是这种方式啊 什么方式呢 就是什么 local storage 以及还是什么呢 还是什么 sison storage啊 好 这两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什么呢 是H5新增的两种存储数据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话 什么呢 它可以存什么 最大可以到五兆吧 最大可以到五兆啊 这个的话 只有是4K吧 它可以存五兆或者更大啊 那么的话 这个local storage和sison storage的话 它在什么呢 它是什么 在请求的时候 HTTP请求的时候什么 不会携带传递啊 它是不会携带传递的啊 所以说在同园的参考中什么啊 在也是在同园参考中共享啊 也是在同园就是指的同一个欲下面啊 同一个欲下面 然后的话 这个是数据一直有效 是吧 这个local storage数据是一直有效的啊 然后什么 除非人为删除啊 除非人为删除啊 除非人为删除 这个是local storage啊 还有一个sison storage什么意思啊 它跟local storage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什么 它就是 它不能在 它在请求中也是不会传递的 就是没有cookie的什么呢 那个特性 但是的话什么呢 这个同园窗口如果关闭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什么 它就会删掉啊 这是sison storage 就是你这个窗口开的时候 它就它就有啊 如果这个窗口关掉之后 它就马上删掉啊 这是它的一个安全考虑 比如说 存用户的一些敏感的信息 存一下是吧 用户如果把这个窗口关掉之后 这个信息马上会删掉啊 这是它的一个安全的考虑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是什么存的啊 这两个是什么存的啊 好 这两个其实也一样 我们再来新建一个啊 例如一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local 这个叫 这个合起来叫web storage啊 这个叫web storage 这两个 silence storage和local storage 叫web storage啊 那个这个叫web storage 是吧 合称为web storage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web storage storage web storage 是吧 然后点html啊 我们来测一下它啊 测一下它啊 保存一下 那么这两个的话 就可以直接的 直接的写啊 直接的存 他们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依赖什么东西啊 不需要依赖这个jecory啊 不需要依赖这个jecory啊 比如说我直接写一下吧 这是什么呢 这是he吧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测试什么呢 测试web storage 测试web storage 是吧 测试web storage 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写一下这个js 是吧 好 写一下这个js 比如说那么这个 设置一个local storage啊 那么它怎么设置呢 local storage就是这么设的 就是local storage 然后setitem是吧 可以这么设 也可以直接写local storage 点date等于456 是吧 这是两种设置方法 是吧 好 然后什么 读取的话就是get 或者是直接写这个读取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local storage 的然后setitem是吧 好 这个是吧 这个来看一下啊 local storage local storage setitem是吧 setitem的话 就是设置一个data 是什么呢 456 是吧 好 然后我再设置一个 setson storage啊 setson setson啊 是这么写吧 这个要拼对啊 setson setson storage啊 s-t-o-r-a-g-e setson storage 然后也是setitem 是吧 setitem的话 然后我设置一个 假设说是data2 是吧 data2 然后它的值的话 是多少呢 假设说是 789 是吧 好 这个设置了 好 这个设置完了之后的话 同样的话 我们用服务器的环境来访问它 是吧 服务器的环境 服务器的环境访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访问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这个啊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嗯 这个是 web storage 是吧 web storage啊 web storage 啊 web storage 好 这个访问一下啊 好 访问一下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 是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local storage啊 看得没有是吧 好 点这个local storage的时候 咦 这个没有是吧 local storage 好 我重新再进一下啊 重新再 local storage 然后是这个 web storage啊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啊 好 这里面有个application这里面啊 然后来一个local storage 这里面点一下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data456啊 是不是有啊 是吧 data456啊 好 这里面有个session storage吧 点一下啊 这是不是有个data12789这样的啊 好 这两个数据也存进来了 是吧 好 这两个数据存进来之后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 是吧 那么这个local storage会什么 一直存吧 session storage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进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窗口关掉之后 它就什么呢 它就删除了 是吧 它就删除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个啊 我把它关掉啊 关掉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比如说我再打开它啊 再打开它之后 我就把这两个什么 注掉吧 否则它又设置了 是吧 把它注掉啊 把它注掉完之后 我再访问一下它啊 再访问一下这个localhost的 localhost的 是不是怎么样 还有吧 local storage是不是还有啊 好 这个session storage怎么样 是不是没了 是不是删掉了 看见没有 它会自动删掉啊 这就是什么呢 从敏感数据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啊 好 包括我们的cookie 这个里面也有是吧 cookie这个里面也有 为什么这个里面有它的呢 因为刚才我的web storage 和我们刚才那个 什么cookie那个 是在同一个域下面的吧 都在这个域下面是吧 都在这个域下面 所以说这个cookie也有啊 这个页面上它有也有 也贡献了这个cookie啊 好 这是关于的 这这什么 三个存储啊 好 这三个存储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一般的话我们怎么呢 一般的话我们用这个cookie的 用的比较多啊 用cookie用的比较多 就是说 如果是存的不多的话 存的东西不多的话 我们一般用cookie 那么这个local storage 和session storage的话 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啊 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呢 有时候 比如说在iPhone里面啊 iPhone开这个五痕浏览的时候 怎么样呢 会不支持这个啊 那么导致我开发的 有些功能就失效了 是吧 如果说你用 这两个存储 去开发一些功能的话 有时候会失效啊 特别是iPhone 这个五痕浏览的时候啊 之前我们的项目里面 也碰到过类似的东西啊 后来我们还是怎么样呢 改成的cookie啊 cookie的话是可以存的 这样子五痕浏览的时候 它也可以存数据啊 就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大家记得有这么个问题 是吧 如果存大数据的话 如果怎么样呢 那么你可以用local storage 或session storage 大家记得怎么样呢 就是 不要进这个五痕浏览了 不要开这个五痕浏览了 这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存储数据的一个过程 存储数据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这个东西啊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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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